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局长没办法 就让男一号男扮女装来饰演女一号 原来的男一号由化妆师来演 他们这时才知道市民全部去公园看训兽表演了 就派人去那里拦截观众 没想到训兽表演场面火爆一票难求 有的观众拿五张话剧票都换不到一张训兽表演票 话剧团拦不住观众 只得在人数不多的情况下表演 台上的演员经常忘台词 忘了就拿出本子来看 观众们也是无精打采 想要睡觉 有些观众实在看不下去 就借故去上厕所 看门的保安拦住了他们 说看革命戏不能上厕所 观众说是孩子尿急 与话剧团的冷清相比 训兽表演非常火爆 小狗们排着队走路骑自行车 其中有个小狗很聪明 他的名字叫雪花 会做算术题 还让观众随机出题 十以内的加减乘除 他都会 观众们都拍手叫好 其中有位观众是生物所的教授 他也带着孙子来看表演 孙子问他雪花为什么这么聪明 教授说这都是训练出来的 期间有个小观众问雪花 六除以三等于几 没想到等雪花跑到答案前 有位爷爷就让孙子来算这道题 孙子答不出来 还说学这个没什么用 教白卷都能上大学 这都是他从占领宋里面学来的 接着还有一个狗熊演员 叫栗子球 他能站在皮球上面走 还会投篮球 这次演出很成功 很多人表示会继续观看 因为话剧表演太失败 常伟把局长叫来训话 说如果下一次再搞不好 就让他去干校学习 把他吓得说肯定能搞好 常伟还让他对训兽团采取措施 当天晚上 常伟与局长也来看表演 看到雪花那么受欢迎 常伟就想抢回来送给上级首长 就让局长去断电 然后来到后台 观众们也跟着来到后台 问他为什么要断电 局长说这是思想路线问题 演出应该突出人的重要性 而你们突出的却是狗 团长听后愿意改正 局长说现在晚了 要停止他们的演出 还要把动物抬走 观众一听就不干了 他们就把观众赶走 这帮人见到猴子都害怕 见了老虎更害怕 怕他们从笼子里面跑出来 都不敢去抬 这时常伟给局长带了口信 让他赶快抓住雪花 可是雪花已经不见了 团长知道了他们的阴谋 提前让两个小演员 把雪花与狗熊带走了 他们不知道应该去哪里 路上遇到了教授的孙子 就把他们带到了生物所 找不到雪花 局长着急了 就在车上装了一个喇叭 里面又拉了几只狗 通过狗叫的声音来吸引雪花 狗叫了一会儿就不叫了 可能是太累了 局长就让下属们学狗叫 另外还发了一份寻狗启示 要求市区各单位找狗 在这些人的努力下 还真的找到了雪花 局长以为是他要批斗雪花 就把雪花吊在了树上 当场示众 常委得知雪花找到了 就立刻赶来 发现雪花被吊在树上 就骂了起来 说要把雪花送给首长 把局长吓得立刻放下雪花 还叫了救护车 到了医院后 医生说狗应该找兽医 局长说这是政治任务 必须执行 医生就给雪花打了针 可雪花还是处于昏迷状态 局长就在旁边叫雪花 那语气好像是在叫她的亲人 雪花 雪花 你醒醒吧 常委说如果雪花死了 就要局长的命 把局长吓得是目瞪口呆 还好雪花很快就醒了 对着局长的手就咬了一口 局长笑着说咬得好 接着雪花就享受到了领导干部的待遇 两个人抬着她去看戏 实际上是把她送给看戏的首长 局长想趁机见下首长 被常委赶了下去 常委把雪花送过去后 独自来到一个房间 对着镜子做起了美梦 她觉得首长会给自己升官 正在这时 外面传来了惨叫声 原来雪花咬伤了首长 然后就跑到了生物所 局长赶来把雪花绑在树上 说是要实行火刑 在烧之前 局长宣布了雪花的十大罪状 念完之后正准备烧 孩子们都叫她疯狗 教授发现局长被狗咬过 就说她很可能会得狂犬病 得了之后就会像狗一样的叫唤 把局长吓得直奔医院 教授趁机把雪花救下 让小演员把她带走 到了医院后 下属为局长准备了一个巨大的针管 理由是这样打针好得快 根本不听医生的劝阻 局长最后竟然好了 接着又举行占领送的演出 教授只顾救雪花 却让狗熊跑掉了 还跑到了话剧演出的后台 正在局长得意的时候 狗熊就出现了 把她吓得跑到了舞台上 演员也被吓跑了 观众正想走时 发现狗熊只追局长一个人 把局长吓得戴了一个安全帽 还给狗熊扔水果 狗熊接到一个西瓜 以为这是篮球要投篮 刚好局长的帽子很像篮筐 就追着局长跑 局长躲闪不及 西瓜刚好砸在她的头上 她就从台上掉了下来 狗熊又追了下去 别人就想把她拉上来 拉到一半 狗熊抓住了她的裤子 一下就把内裤露了出来 教授得知狗熊跑到这里后 安排小演员把狗熊带走 还提前准备了一辆小车 车子开走后 局长也开车在后面追 司机故意从微桥上面走 因为局长的车子重 当时就从桥上掉了下来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频道里面还有很多老电影 你不进去看一下吗 感觉好看 请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